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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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講到第十三章 講到巴勒巴和素羅就要開始他第一次宣教的旅程 那個是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中間插了一個希律王的事跡 我們再看第十一章的最後 十一章的最後就是講什麼 講安提阿教會的興盛 講到門徒被稱為基督徒這個名字的產生 看到神是如何應待教會 因為他們信服神的心意 將福音向外邦人前揚 所以安提阿教會大大的興盛 主要奴家的心意是什麼呢 就是教會輕盛發展在神的恩典下 但是撒旦不會停止他迫害教會的工作 所以就看到希律王說要討好那些猶太人 特別是那些猶太教的信奴 因為看見基督教的興盛 猶太教的勢力 師而迫害 先殺了士徒雅各 再拘捕彼得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 儘管迫害臨道 但是神卻猜天使 將彼得拯救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 看到什麼事 信耶穌不是一帆風信 人人都有面臨迫害困境的時候 但是神每在恰當的時間 會拯救他們離開這個苦難 所以彼得被天使救了 那希律王不知道這個情況 他以為是那些看守的兵丁 放了他 因為他要提彼得去審的時候 彼得不見了 那些兵丁來回告 彼得不知道去了哪裏 所以希律 因為找不到彼得 不開得審判庭 因為他已經將很多的人 照罪來準備 在群眾的面前 判決這個彼得 甚至好像瓦角一樣 將他殺了 但是現在 這個犯人都不知道去了哪裏 那希律 我們看回第十二章第十九節 吩咐把他們抓去殺了 他不問情有 沒有徹底查清楚 就將這個罪名加在這些看守的兵丁身上 所以殺了他 結果他的下場是怎樣 下面那個標題 欺律受罰被重咬死 一個迫害神工作的人 他的結果 仍然是落在神的審判之中 所以第二十四節 第十二章的二十四節 神的道 日見命惡愈發廣傳 我們可以看到 在 撒旦的勢力的威逼下 教會是受到各種難處 但是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保守 神的教會 一樣這樣輕和 我們現在放眼 世界跟當時的教會的比較是怎樣 你現在看到全世界到處都有什麼 到處都有教會 撒旦儘管怎樣迫害 神的工作 神的家 依然輕和 儘管在 譬如 這些回教的國家裡面 都已經有什麼 有教會的興起 也有很多信回教的人 回歸 信了什麼 信了基督教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回教是不准人 去傳 基督福音的 但是儘管 有很多人的限制 但是神的福音 是不可以阻擋的 因為神的話好像怎樣 好像利劍 兩人的利劍 可以串透人的骨髓 我們因此看到 福音的輕盛 現在來到第十三章 我們來看看 第十三章 他說在安提科教會裡面 有幾位先知教師 裡面有五個人 一個巴拿巴 一個西面 一個路球 一個馬念 一個掃羅 個個都是兩個字的 是領頭人 它是三個字 其實三個字 其實它是喇叭 那個巴字是什麼 是喇叭的兒子 所以巴拿巴 我們看到 這五個人 裡面有先知有教師 但是我們看到 領頭人是巴拿巴 這個巴拿巴是什麼 是七人管理飯食的其中的一個 他是來自哪個地方的 是居彼路的人 而這個西面和路球 是鼓勵內人 鼓勵內人是非洲來的 而這些鼓勵內人 我們先前看到 第十一章就說 有些鼓勵內人去到哪裡 去到安提科教會 向什麼人傳福音 向那些希臘人傳福音 因為很多人都向猶太人傳福音 忽略了這些外邦人 而當時就有這些 居彼路人 古里洛人去安提科 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工作 所以這兩個人 可能就是當時發展 安提科教會最先的領袖 至於這個馬念 我們講過 同樣的馬念 是跟希律王自小玩大的 是陪著希律王長大的幼年的伴侶 所以他在皇室裡 受皇室的教育長大的 素羅大家都知道他是什麼 他是大素人 但是他是受很高深的教育 受什麼 猶太的法理賽人 所以我們看到安提科教會 有這班這樣的領袖們領導這個教會 所以這個教會就能夠不斷地輕盛 現在我們看到第二節 他說他們侍奉主禁食的時候 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素羅 去做我照他們所作的功 我們現在看到 安提科教會不斷地擴大 不斷地發展 是在這班先知教師的領導下 得到的結果 但是神的心意不只在一個局部的地方 他的教會興成 是要從猶太傳地山馬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這是神最後的心意 所以雖然安提科教會和他發展 但是聖靈卻催逼他們 他們在此侍奉主 當然這五個人是教會的領袖 他們是同心合意的侍奉主 儘管他們的出身不一樣 地域不一樣 但是在神的靈的感召下 他們是同心合意侍奉神的 可能他們就在 因為大家知道 蘇羅在大馬式見到基督的亮光的時候 得到一個啟示是什麼 我要你去作外邦人的什麼 所以蘇羅的內心 時時都有這個使命的存在 所以他們是否在尋求神的心意 現在需要再向外擴展呢 所以他們禁食討苦 去尋求神的心意 所以中間有三個字 聖靈說 聖靈在他們當中向他們說話 我們可以看到 司徒行傳裡面的所有工作都在什麼 都在聖靈的啟示下開展的 不是人的計劃 沒錯 人有安排 但是實在是出於聖靈的引動 他們在禁食過程當中 聽到聖靈向他們說話 究竟是不是聖靈講呢 因為我們看到上面第一節 有幾位是什麼 聖字 可能就是他們這幾個人當中 有人受聖靈的感動 講出聖靈的心意 講出主耶穌對他們的使命 以致他們有所感 現在這裡沒有講 是誰講 我想可能都是 蘇羅講 你看 蘇羅有這樣的使命存在 所以這個時候 聖靈叫他們派出兩個人去 一個是巴拿巴 一個是蘇羅 從五人的名單之中 一個是在頭的 一個是在尾的 現在仍然叫做蘇羅 一個是巴拿巴 一個是蘇羅 而這個蘇羅 怎麼會來到安提科的 是巴拿巴去大蘇 找他回來的 所以他們兩個人應該是彼此相識 能夠同心合意 所以是罪佳白鬥 因為他們這兩個人都會說什麼 是希臘 他們是熟悉猶太 希臘的兩種文化 他們都熟悉 因此向外邦人團福音 是最好的人選 而這兩個人 我相信在安提科教會 是起主導作用的 雖然蘇羅排尾 但是不等於蘇羅 在這個核心裡 是一個最美的人 因為安提科教會 之所以輕盛 就是巴拿巴去找到蘇羅 來幫助發展出來的 所以這兩個人 是教會裡面最有地位的人 但是他們願意把它拆除出去 所以第三節 於是禁食討告 按手在他們頭上 就打罰他們去了 得到這個啟示 他們仍然怎樣 仍然在禁食討告中 去尋求神的心意 應該怎樣去做 怎樣安排 怎樣上路 他們在這個禁食討告中 整個教會 就為他按手 我們看到按手 這樣的規矩 在舊約來說 一般多半都是什麼 祝福或者是差遣 或者是委任 表示表示 表示接納他們 表示願意與他們同工 表示他們已經受到神的委託 可以去做神的工作 所以整個教會 為他討告 按手在他們頭上 這樣他們就出發了 這就是他們保羅宣教的第一次旅程的開始 這個開始在哪裡 我們先看這個地圖 看到這個地圖 敘利亞安提科 看到嗎 我們看到他向西南走 去到薩拉米去居比羅列這個路線 去到薩拉米 然後去到彼西底的安提科 繞一個圈 去到二哥臉 突避再回到安提科 這裏又是安提科 這裏又是安提科 所以要問究竟誰是安提科 那個叫做彼西底安提科 為了區別敘利亞的安提科 我們看到這個路線了 我們現在來看 第四節 他們被聖靈擦顯 大祖是人的擦顯 按手 為他們祝福 去尋求神的心意 派他們出來 但是第四節 馬上再強調一件事 他們不是被人擦顯 是被什麼 被聖靈擦顯 因此這個工作 向外幫人傳福音 是完全神的心意 是聖靈的吹逼 他們不能不做 那他們就下到西流基 大家可以看到 安提科旁邊 靠海邊那裏 是西流基 因為安提科不近岸邊 那怎樣坐船出去 所以一定要去西流基 這個西流基就是一個海港的地方 那他們去到西流基 從那裏坐船 往居比路去 究竟這個行程 我們看到 看起來是人的安排 但是有聖靈的心意在裏面 為什麼他們不向內陸 在安提科去大蘇 才去西 給西底的安提科這樣走 要繞個圈呢 其實大蘇的路線 其實大蘇的路線 從安提科到大蘇 巴拿巴走過的 巴拿巴去找蘇羅的時候走過的 他應該很熟路的 他應該是這樣去 他去內陸傳福音 他都是想去內陸傳福音 但是他哪裏要向西流出海到居比路呢 大家記住 大家記住 一會兒我們就會看前面一個 我們看前面十二章 最後有一個人物在那裏 那個人物是哪裏 馬可 馬可亦在當中 我們一會兒看到 他帶馬可去上路 現在我們看到 為何去居比路呢 因為巴拿巴就是居比路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有一個心意 我是居比路人 我關心居比路人的生命 我希望他跟我一樣 能夠更快地歸順主 所以在這裏看到 所以在這裏看到 巴拿巴的影子 有這種居比路之行 因為現在還是巴拿巴 在這個宣教隊員裡的領導者 所以他安排居比路是合適的 因為當中還有一個約翰馬可 在那裏 因為約翰馬可亦是甚麼 居比路人 他是巴拿巴的表弟 他媽媽叫做馬尼亞 有座樓叫做馬可樓 他們被天使釋放之後 他們被天使釋放之後 去馬可樓報起信 告訴他們 我被天使救了 所以巴拿巴去到耶路撒冷之後 把馬可帶回安提河 這個過程當中 有誰在當中 也有馬可在當中 馬可為何會去呢 可能是因為他聽到 聽到巴拿巴去居比路 我都去了 那裏有親戚有朋友 又可以回去探親仿舊 所以他也跟著一同出發 現在他們坐船去了 第一個站 就去到薩拉米 我們看到路線 薩拉米是居比路 東年的一個重要的城市 可以說是居比路的行政首府所在 人口也不少 所以 連猶太人在那裏 有會堂的設立 大家要知道 為何會有會堂的設立呢 如果猶太人不多 就不會有會堂的設立 猶太人多 因為巴拿巴本身都是猶太人移民去那裏 然後再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在居比路 有很多猶太會堂 可能居比路當時 教會是不存在 或者沒有這個教會的建立 所以他們一到就去哪裏 去猶太會堂 全港神的道 下面那句話 也有什麼 約翰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 這是司徒約翰 這是什麼 馬可約翰 所以我就說 馬可在其中 作他們的幫手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蘇羅同行 蘇羅以後的傳福音的策略 一到那個地方 必定先到什麼 猶太會堂傳福音 為什麼 因為蘇羅自己是什麼 猶太人 他好像巴拿巴一樣 我是居比路人 我要居比路人 快些信耶穌 所以他一到一個 新的地方 他先將神的信息 帶給當地的猶太人 這是蘇羅傳福音的策略 除非猶太人不願意接納他 迫害他 他才是什麼 轉來向外邦人傳福音 因為耶穌最先 猶太派使徒出去傳福音 都是這樣的策略 為什麼 我派你們出去 先要去什麼 不要去外邦人 怎樣 要去我們 所以 迷失的羊群之中 以色列 迷失羊群之中的傳福音 先救什麼 猶太人 所以 福音是先向猶太人宣講 再向外邦人宣講 這就是整個試圖行轉的傳福音的主要策略 所以他就去到猶太會堂 那些人就被他上會堂講道 他是猶太人 不是啊 你有很多時候 你好像你來教會牧師講道 突然間有外面的人走來 放開牧師講道 不是啊 你待會看到那個是怎樣安排的 我們現在再看 第六節 究竟他們在薩拉米逗留多久 這裡沒有說 主要是去了猶太會堂 傳福音 約翰馬可 幫他們的手 然後 他說 經過傳島 直到 帕弗 在那裡 遇見一個有法術 假衝先知的猶太人 名叫巴耶穌 我們可以看到 從薩拉米到 巴弗 剛剛是把整個居比路 從東到西 直出而過 就證明他們一路傳福音 從薩拉米傳到白佛 究竟他們 中間有沒有停過 沒有介紹 但是我們知道 他是走路直到白佛 那裡遇到一個法術 假衝先知的猶太人 這個是猶太人 說自己是什麼 說自己是先知 他之所以 那些人肯相信他 因為他要行 法術 法術 我講過 有些法術 其實是什麼 魔術 是靠手法 可以怎樣 使人 受迷惑 而接受 他是有 這些 特異的功能 所以 很多人願意 去跟隨他 相信他 他的名字 叫做 巴耶宗 我講過 帶了個巴字 為什麼 是 什麼人之子 所以他就是 耶穌之子 他自己改的名字 我就是 你們個個講耶穌 我就是耶穌的兒子 那你們還不相信我 我又要行法術 我又可以 如知 講預言 究竟重不重 就不知道 或者十次 亂撞都重了一次兩次 這樣就不得了了 又一兩次被他撞中 那些人就說 他很靈很靈 那些不靈的 他們不講 靈那些講 其實他是亂說的 撞中的 好像太平天國 洪秀傳說耶穌的弟弟 他是啊 是兄弟 那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猶太人 其實猶太人應該是怎樣的 至少就不會行這些邪術的 他們個個都受過禮的 是信奉耶和華的 但是他現在卻冒充先知去行騙 這個是耶和華的選民不應該做的事 但是為了地位 為了利益 他願意做一個假先知 很多人相信他 我們看第七節 他說 那些人 那些人 尚和方伯 士求保羅同在 這個士求保羅 是他的名字 方伯 是他的地位 什麼是方伯 方伯就是好像秦虎一樣 什麼是秦虎啊 比拉多是秦虎嘛 比拉多 不過 極職位 是直接由羅馬皇帝任命的 是永久的 除非他犯事 可以革職 如果不是可以怎樣 做到死的 終身的 是永遠為 但是方伯就不是 方伯不是由羅馬皇帝委派的 是由羅馬的元老院 什麼叫元老院 那些 退休後的那些高官 組成的一個議會式的 或者可以向什麼 向皇帝獻冊的 一個元老院 這個元老院 他有權力可以任命 就是任命方伯 為期一年 一年就可以換的了 而這個 被委任的方伯 去到那個地方呢 那個地方是比較平靜 沒有什麼騷亂 無需要有羅馬的軍兵的駐守 那就是說 那裡沒有什麼作亂的地方 地方不是很大 總而言之 有個羅馬的人 在那裡看著就可以了 你明白的意思嗎 就不需要帶著軍團去那裡 去那裡淨情來統治 這個方伯 是一個 好 它的地位等同巡撫 但是它的勢力就沒有那麼大 任期只有一年 很快就換了 那這個士求保羅 就與這個巴耶蘇同在 什麼意思呢 我們如果說中國人 大家知不知孟祥君 大家知不知道齊哥 我們的祖宗逢冤下 孟祥 孟祥君下 門下有多少 三千食客 所以這個士求保羅 也是果然立市 所以這個士求保羅 也是果然立市 所以將巴耶蘇 也作為他的門下食客 其實是這個巴耶蘇 想去巴結這個士求保羅 在他那裡得到 這個羅馬的勢力的幫扶 以至他的名聲 能夠更容易傳播 所以他時時跟這個士求保羅 同在 有空找法術給他看 哼他歡喜 但是士求保羅是個通達人 什麼叫通達人 是很開通的 什麼都不拘 這一點想學一下 那一點想知一下 總而言之 他聽得懂的 言意明白的 他就多些與那些人親近 所以他是一個很識人情世故的人 他聽見巴拿巴蘇羅來到柏菇這個地方 傳福音 他說這些幾新 我都沒聽過 所以他下面那句是怎樣 要聽神的道 這是自發驚 也可以說的是什麼 聖靈的感動 看起來是他個人的要求 如果沒有聖靈的感動 未必他願意去請巴拿巴和蘇羅來講福音 如果他想去福音可以去嗎 去會堂 但他是官 他自己是羅馬人 他不想進去會堂裡 所以他請他回來官邸 親自面對面的聽 好過那麼多人一起聽 我們看到第八節 指示那行法術的以女馬 以女馬就是巴耶穌 這個是必尾 所以這個名字翻譯出來 叫做行法術的意思 他說我是巴耶穌 是可以行法術的 我就叫做以女馬 他是敵黨使徒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是敵黨使徒 現在只有兩個 一個是蘇羅 一個是巴拿巴 所以路加在這裡 可能已經把巴拿巴都有使徒的身份在裡面 但是巴拿巴實在不是使徒 如果說真正使徒是要受什麼 基督的直接的任命 直接的呼召 因為蘇羅是在大馬式路上被神呼召的 被耶穌所呼召的 所以他叫做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這裡說他極黨使徒 因為蘇羅在當中 有沒有把巴拿巴放在裡面呢 但是我們這裡沒有說巴拿巴是使徒 但是他的身份有些是使徒 因為他一樣是將福音傳播的一個重要的神的福音 他要叫方八不信真道 巴拿巴和蘇羅來到觀底 和士求保羅講福音 以徒馬在旁邊 不要相信他 那些不是真的 那些假的 我才是耶穌之子 對不對 叫方馬不要信真道 突然間就無端端搞出一句這樣的說話 蘇羅又名保羅 路加在這裡把蘇羅的名字更改了 不再叫蘇羅 蘇羅是什麼 蘇羅是希伯萊文 現在因為蘇羅要向什麼 外邦人團福音 改過一個外邦人的名字 會比較合適一些 所以在這個時候 蘇羅的名字又變成了保羅 保羅是希伯萊文以外的名字 蘇羅才是希伯萊文的名字 保羅可能是希伯萊文的名字 或者拉丁文的名字 總而言之為了適應 向外邦人傳福音 蘇羅這個時候 改造保羅的名字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因為士求保羅有個保羅 故意將他的名字改 為了適應 向外邦人傳福音 所以用保羅的名字 被聖靈充滿 定征汗泰 大家看到了 什麼是聖靈充滿 我們信耶穌 聖靈一樣充滿我們 因為聖靈與我們同在 聖靈內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得著聖靈 那蘇羅和巴拿巴 是不是時時都有聖靈與他同在 是的 何必現在忽然被聖靈充滿 所以我們知道聖靈時時都會 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下加添人的能力 所以聖靈充滿是怎樣 可以祈求的 聖靈內住是你信心的表現 聖靈才是怎樣 盡住你去悔改 接納耶穌為救主的時候 聖靈就自然充滿你 聖靈內住給你 但是我們人會有軟弱 有時候面對很多困境的時候 不知道怎樣做的時候 當我們祈求聖靈又怎樣 再一次充滿我們 這個聖靈充滿 就不是說 蘇羅現在才有聖靈內住 是不是兩件事 一個是他在大馬式信耶穌的時候 有人按手在他的頭上 醫好他的眼 聖靈那時候內住在那裡 他接受水禮成為基督徒 現在又聖靈充滿 證明神在這裡加添他的能力 可能這個時候蘇羅的面上又怎樣 好像磨世一樣怎樣 滿面紅光都未停 定睛望他 望著誰 望著巴拿巴 巴耶穌 不是 望著巴拿巴 望著巴耶穌 可能望過的 說你這充滿各樣 鬼詐奸惡 魔鬼的兒子 眾善的仇敵 你混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嗎 你可以看到 蘇羅這個時候 那種氣勢 所發出那種責備的話語 是何等的嚴重 你叫做耶穌之子 你是魔鬼的兒子 你看到嗎 他簡直是指著巴耶穌 你亂用名字 其實你就是魔鬼的兒子 為什麼 因為你的內心充滿各樣 鬼詐奸惡 魔鬼是說謊人的福 你沒有一句說話是真的 各樣都是欺騙的 今天 事求保羅願意請我來聽上帝的福音 你卻叫他不要信 你是以眾善為敵的人 這樣你將主的正道混亂 到現在你應該停止了 你不應該繼續做下去了 為什麼 你想再說我都不讓你說了 為什麼 第十一節 蘇羅現在叫做保羅 現在主的手 現在在你的身上 就證明蘇羅這個時候出手指著巴耶穌 你是魔鬼之子 神的認法現在就臨到你的身上 什麼出現了 你要怎樣 盲顏暫且暫且不見日光 為什麼 他不叫他閉腳 叫他閉手 這樣就不能做魔術了 叫他盲眼 因為是保羅親身的經歷 你看看 他是敵黨神 到處拉基督徒的 與真道為敵 所以在大馬式路上 他盲了眼 不止盲一天 盲了多少天 盲了三天 他知道 與神敵黨的 我曾經受過這樣的苦楚 可能如果我現在 將這樣的苦楚加在你的身上 可能你會好像我一樣 有迴轉的一天 歸信耶穌 當然巴耶穌 以後會不會信耶穌 這裡沒有說 但是蘇羅的心意 可以 他又不要說 那你一催就盲眼 沒有啊 他說什麼 暫且 你看到這個 他沒有使神給他的能力 用盡 因為這個仍然是由神的決定 但是他知道神會 神會聽他的說話 因為他現在是斥責魔鬼之子 是為真道而行使這個權命 這是司徒的權命 因為每個司徒都可以行神即其事 個個依命趕鬼個個都可以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 好 蘇羅之所以要他黑眼 他想到自己對基督真道迫害的過程 好 他的眼睛 立刻 昏蒙黑暗 四下女求人 拉著手 令他 他 我們可以看到 他講的話 滿有能力 而且是立即兌現的 不是以後兌現的 是當場兌現的 他就立刻瞞瞞眼看不到 好似蘇羅要他那些同行者陪著他 他拘捕他 進任什麼 大馬式的 這樣的過程是一樣的 方白看見所作的事 就恨禧其主的道 就 什麼 信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教會的初期 福音能夠廣傳 往往是需要藉著什麼 神跡其事 因為沒有那麼多見證人 我講過 現在我們周到都是見證人 你旁邊的就是見證人 所以不一定需要神跡其事 但現在是否沒有神跡其事 不是 隨時都會有 只要是否合乎神的心意 是否為了福音的廣傳 這些神跡才會出現 我們看到最後方白就信了主 但是這裏沒有說什麼 沒有說巴耶穌信主 會不會信主呢 大祖我告訴你 暫且盲眼 可能到過幾天 他恢復之後 他可能會 為何我會盲眼 是因為我敵黨神的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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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保羅在這裏 指出他所有的合乎真理的事 如果他有所領悟的話 會悔改 那他可能會怎樣 眼睛會再看見都未定 這裏 不知了 不過我在這裏想過 他可能都會好像保羅一樣 因為知道受責罰 馬上瞞眼 若果他的眼睛能夠 他可能 哎呀 神啊求你給我開眼睛 神聽他 他肯去討告又怎樣 神就會設立他 他就信了耶穌都未定 這些是我加下去的 好了 第十三節 保羅和他的同仁 從百忽開船來到龐菲利亞的別家 若漢就離開他們回耶路撒冷去 保羅和他的同仁 保羅和他的同仁 可能同仁有多少 巴拿巴和若漢 他就派他們兩個出去 還沒有人加入 只有多了個嗎 馬可若漢 所以同仁三回 但是 但是 若漢 離開他們 我們看到 這裏 繞了個圈 上到別家 剛剛那裏 庞菲利亞 是一個省 這些大的名字 俊利亞 巴勒斯坦 居比勒 龐菲利亞 這些都是一個省份 所以派什麼 派些巡撫 派些方法去那裏 駐守 現在來到別家 為何要外匯走呢 洪先生 他現在屬於第二次 第一 第一次 他現在去到這個 這裏一路走 第一次 第一次 安提屋 你看著那條線 一路繞圈上去 去到別家 大家 有沒有注意 第十三次 寶羅和他的同仁 看到嗎 不是巴勒巴和他的同仁 大祖派出去的時候 是巴勒巴和蘇羅 都是這樣叫的 他們請了巴勒巴和蘇羅來 巴勒巴做宣教隊的 是隊長 現在呢 是保羅和他的同仁 即是說 巴勒巴 我們可以看到 巴勒巴是一個聖靈充滿的人 也是一個謙卑信服的人 因為他看到蘇羅斥責 巴耶穌那種氣勢 他知道神在保羅身上的使命感 因為他聽過蘇羅親自向他 說他信耶穌的經過 他回到耶路撒那 沒有人肯接納 巴勒巴帶他去見仕途 所以他對蘇羅的經歷是很有分量 現在他看見保羅行這個神跡 叫巴耶穌盲眼 他看到神在蘇羅要他做外邦仕途的使命的真實感 所以他願意怎樣 退下來 將這個宣教的領袖的地位 讓了給什麼 保羅 所以在這裏 盧家就把巴勒巴的名字擺開了 只用保羅的名字 那約翰在這裏 那約翰在這時候 為什麼會回來路撒冷呢 這個又是想的 第一想 嘩 都不是我表哥做領導 我不跟你了 第二 嘩 原來每天都這樣走 從薩拉米走到巴勒走到腳軟 這個年輕人 我跟你們去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怎樣 我去基本居比路探過親 訪過舊 現在又去第二處又沒有親 我訪沒有舊可探 怎樣 沒有什麼趣味 沒有茶飲 沒有茶飲 沒有網杯底 所以他又要走 第三 他想著繼續去 一味受苦楚 倒不如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哪裏 回到馬可流 回到馬利亞那裏 所以保羅第一 就拒絕馬可和他同行 結果就使得巴勒巴和蘇羅分開 這個是好事還是壞事 其實又是好事又是壞事 以後再講 總之約翰就離開 這個約翰就是馬可 第十四節 他們離開別家 往前行來到彼西底的安提惡 在安息日進會堂坐客 我們看到 他們在這個別家上了船之後 他們往前行 不是坐船 一路走到哪裏 向北行 一路向北行 去到比西底的安提惡 我們看到了 為何這個別家其實都是一個大港口 為何他不在那裏停留 立刻離開別家往前去呢 可能那裏 是不是有很多的猶太人呢 有沒有會堂呢 或者那裏的氣候不適宜呢 這裏不夠 總之他們就沒有在別家停留 一直去到這個比西底的安提惡 大家注意一下 比西底安提惡為何這樣叫呢 其實這個安提惡不是屬比西底的地方 是屬隔離那個弗里加的 按地方應該是弗里加的安提惡 但他靠近比西底 記住一下 記住一下 忽雷加的西邊又有另外一個安提惡 這裡沒有畫 大家要記住一下 我再說一次 忽雷加有兩個安提惡 一個在東邊 一個在西邊 東邊這個就靠近比西底 的邊境 所以為了要拒遍西邊的安提惡 所以就叫東邊的安提惡 做什麼 比西底的安提惡 因此就有幾多個安提惡 三個 記住一下 為何這樣叫佛 因為他問我 我就解釋清楚 安提惡是敘利亞的大都市